多少人曾经被这个皮肤白皙 戴着假睫毛 涂着口红 一身女性装扮的人骗过 若不是长大后重新回看这部动画 我根本不会知道 眼前这个人尽是男的 本期宇宙骑士人物制 我们就来聊聊这位最早接触的伟娘 雷斌 其实伟娘在日本动画中并不罕见 早期动漫里比较经典的人物有 火影人者里的白 浪客见心里的本条连足 柯南系列里月光杀人案的凶手 麻生诚实等等 而近代动漫的伟娘就更多了 雷斌比他们出现的时间都要早 可以称得上伟娘的先驱之一 让我们对他性别深信不疑的 除了他那身女性妆容之外 主要还是因为小时候的国语配音 当年广东话剧团的配音是这样的 这很难不引起误会啊 雷斌原本的日本神优是中原貌 他也是悠悠白树里造马的配音 说了这么多 让我们回到人物本身 雷斌是宇宙七十小队的技术骨干之一 精通各种机械和程序 称他为这方面的天才也不为过 他设计出了帮助迪波威变身的 超级机器人白卡斯 改良升级了军方研制的速鲁铁加满 恢复了车道环德武器系统 用于打击袭击人类的拉道姆之术 除了这些 雷斌还擅长料理和打扫家务 他和普通女生一样 喜欢有人夸他漂亮 看到帅气的男生也会脸红 至于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雷斌是这样说的 哦 对不起 这是我的权利 我可以自由选择 自由 我从小就喜欢煮饭烧菜和做针线活 所以我常常在想 要是我生来就是个女孩子就好了 我多想是个女孩子 别人说些什么我都不在乎 因为这是我最真实的一面 这段话放在现在或许没什么 但要知道 这部动画播出的时候 可是30多年前 这些言论对当时的人们来说 可谓相当抽钱了 导演通过雷斌这个人物 表达了人类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不得不让人感叹 好多动漫的确能带给我们思考 在坚持到迪伯威和拉道姆作战的因子后 雷斌彻底成为了迪伯威的小迷妹 而不 小迷弟 为此还做了个玩偶成天把玩 当诺亚尔还在怀疑迪伯威的时候 雷斌就已经无条件信任迪伯威了 鉴于他的特殊性别 雷斌还时不时的撩骚迪伯威 次数多了 大家也都见怪不怪了 虽然外表看似娇弱 但雷斌骨子里的男子乞丐 并未被完全舍弃 当拉道姆发起进攻的时候 雷斌主动跑去用高射炮杀敌 尤其看到迪伯威不在状态 雷斌为了守护暗恋对象 更加来劲 以至于高射炮超出负荷 发生爆炸 这也导致自己身陷险境 幸好被巴尔扎克的苏鲁一号所救 不过雷斌并没有因此移情别恋 他始终认为军方设计出来的山寨品 根本无法和迪伯威媲美 当伊比鲁袭袭击地 白卡斯尚未改装完成的时候 雷斌又一次挺身而出 他主动申请驾驶飞米炮车 为白卡斯和迪伯威争取时间 在迪伯威超计划的关键时刻 雷斌更是罕见的拿起武器 本田夸他很有男子气概 雷斌虽然满脸嫌弃 但只要是为了迪伯威 他什么都愿意去做 哪怕他知道迪伯威的心里只有亚绩 不过迪伯威并不是他唯一喜欢的人 在回基地的路上 雷斌这个假女子 遇上了假小子安娜 不知对方性别的雷斌 对眼前这个俊俏小哥一见钟情 在得知安娜部队真正的目的 是为了和拉达姆同归于尽后 雷斌不顾危险 支撑前来劝说 可这时安娜告诉她 自己是女儿生 雷斌刚刚燃起的爱情之火熄灭了 尽管心情跌落谷底 她依然苦口婆心地劝说安娜 人不应该抱着死的目的去战斗 相反战斗是为了更好的生存 她还告诉安娜 人应该做真实的自己 她因为想成为女孩 所以变成女孩 但安娜并不想成为男人 只是为了复仇而有又一致 这样只能永远活在痛苦之中 经过她的耐心开导 安娜终于放弃了同归于尽的想法 整支部队在宇宙骑士的帮助下 得以完整保存 雷斌和安娜也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曾经雷斌是我非常不喜欢的角色 毕竟长得一般 黑老爱缠着底部位 但后来我发现 雷斌身上的宝贵特质 不输宇宙骑士里的任何人 她选择自由 敢爱敢恨 当她决定成为女人的时候 不会在意别人眼光 只愿做最真实的自己 遇到喜欢的人 会毫不犹豫地付出一切 哪怕知道不会有结果 她依然义无反顾 虽然她是伪娘 但她比现实中绝大多数人 更真实 更有勇气 所以表面上的真伪并不重要 更重要的是你真正的内心 我是猫叔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